灰衣男竟抓住黑衣男孩的对方差点跌倒 实在气不过立刻出手反击 将人一路往前推 找到空挡又拳头框K 两人打到摔了下去 结果又立刻起身继续捆殴 双方谁也不让谁 下一秒灰衣男突然拿起手枪 瞄准对方就在超商前上演全武行 好 这个谁 警方到场坦诚是自己的枪支 事发在新北市三峡 两人在几分钟前就发生冲突 双枪对决 一人拿手枪另一人拿犀利康交枪 只因为被挡到引发纠纷 最后相互提告 暴力攻击事件还没完 在新店某时候去骑楼 夫人正要外出遛狗 这名男子从远处拔腿狂奔 冲到狗狗前方 夫人吓到跌倒 见到对方挥拳狠揍 嘴巴还不断的恐吓怒骂 杨阳又杀害女司主 我喊救命救命 我瞬间脑袋一片空白 我当时真的我不知道 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女司主事后也提告恐吓等罪 要揪出这名诡异男 经手场景也出现在 新装的潮商外 把人大力压在地 拿起暗血帽往头部狂敲 人家被打男子喝醉酒 随即找人聊天 只要拒绝就会被他骂 男子不满莫名被骂 一气之下才会疯狂的打对方 再把镜头转到斗六 雄猫外送员突然从左侧牵了过来 不时回头张望 怒顿驾驶一路蛇行 你家旁边可以站这样跪吗 我跟你说 你可以这样跪吗 对 看徐线 徐线怎样 双方战火一触几发 停在马路上吵个没完没料 影片一出 不少网友都认为 双方根本半级八亮 究竟谁对谁错咒 双方当事人最清楚 这里秦顿轩正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by bwd6